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位法师 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大臣无量寿经白话节的课程 从五月份到现在四个多月了 停那么久 这个要跟大家致歉 刚好这一段时间 一些教学任务 活动 这些时间还有体力 有点附和不过来了 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有提过 我们要清楚 当下自己是考什么试 过什么关 自己感觉 现在要过着关 考的试试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所以这个教学的工作也不敢造成身体的透支了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就是承得有时间了 有体力了 就录向下来 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我们之前学习到 德尊普贤第二 我们念一下经文 好 诸佛差中 皆能视现 辟善幻思 现重异相 与彼相中 实无可得 此诸菩萨 亦复如是 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 化现其身 犹如电光 我们上一次是学习到 这一段经文 中间的部分 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我们学习 论语当中说到 日知其所无 月无忘其所能 日知其所无 是学习 还没学习过的部分 月无忘其所能 学过的 我们也要多加温习 现在的学习 学一遍不够 学一遍不一定能记得住 不一定能入得了心 这个法要入心 我们在境界当中 才用得出来 所以四章讲 我们学习可能要三十遍 才记得住 其实大家可以去自己感受一下 自己的学习状态 所以这个三十呢 也不是死的数字 假如三十遍呢 还是不能深入 那可能还可以再增加 像陈德自己 学习 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 一次 净土法门的专题开示 题目是 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那这一篇教诲 自己学过几百遍 一开始听 觉得这两个小时很重要 随着变数的增加 这每一段很重要 继续听下去呢 这每一句很重要 再听 这一个字 这一个词很重要 所以依自己来讲 听一遍 听十遍 听几十遍呢 都还不能够深入 要听了上百遍呢 很多重点才体会得到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这一句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这一本书的五十五页 通诸法信是造真 达众生相是达俗 所以我们常常说修行人要造真达俗 既要造到真体 造见自己的真体就是自己的本性 又要通达俗地 因为要度众生 众生是俗地 所以要达众生相 所以要达众生相 但只是度生 不能离相 于是 度在有违法中 不能使广大众生 得真实之力 不能离相 就会着相 虽然想度众生 但是自己也会落在有违的生死当中 那我们自己 在帮别人 我们自己了脱不了 那就很难帮众生了 了脱了 所以这样就不能使广大众生 得真实之力了 自己所得只是有违的功德 落在有违法里面 老上讲经的时候常说 行善不着我行善的相 断恶不着我断恶的相 我们行善一着相 那自己也出不了轮回来 这个佛门的公案 两五地 他做的善事 在历代帝王当中 很少人跟他比的 见了几百所佛事 帮助十几万人出家修行 这是佛门的大护法 可是他做了那么多好事 可是他有求了 这个落在有违里面了 希望别人赞叹了 所以遇到达摩祖师 这个得到的高僧 他首先问的是 他做了这么多好事 他有没有功德 那大护祖师就回答了 没有功德了 所以他这一念 求人赞叹的心就有求了 在有违法当中 就把他所做一切好事 翻转成轮回的善业了 所以这一念损失太大太大了 他做的再多 不过都是世间的福报而已 六祖大师有讲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要功德才能帮助我们了托生死 就像我们这一品经 得尊普贤第二 那普贤行是功德了 在普贤行愿品当中有提到 一个人临终的时候 身体会坏 你所有的眷属 哪怕你是国王 你的这些文武百官 你统统带不走 都会坏掉 都会坏掉 这个圆都会散掉了 但是普贤行的功德力 会带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生死的大事 福不能救 功德可以 这个普贤行 那就是真实的功德了 所以这个师长这里 跟师长的教诲 跟这一句讲的 你度身 你不能离相 你行善 你没有离行善的相 你拙了 我做了很多好事了 那这个都落入世间的福报了 所以了凡事迅才指导我们 不失 不失 不能着不失的相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思之物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用离相的心 来做一切事情 那这个有功德了 清静心做一切事 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应酬 处世代人接物 那都是功德了 所以师长才在劝勉我们 学佛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用真心了 那了凡事迅说 用这种三轮体空的心 来布施 那斗树可以种无牙之福 这个福就没有边际了 但是斗树的量很少 修这么大的福 一文 一文钱呢 那么少 可是他心量是广大的 三轮体空的 清静慈悲的 一文可以消千解之罪了 但是假如此心未旺 你布施的心没有旺 着这个像 你做再多 止于半善而已 这个是了凡事迅里面讲到 半善满善 最重要的还是心 那我们自己 着像了 都在有违法了 那我们自己都了脱不了生死了 那怎么帮众生了脱生死 那不能了脱生死 那问题还是没解决 那还是不能给广大的众生 真死之力 所以要了脱生死才能解决问题 你生到非非想出天还是没解决问题的 到天上做天网还是没解决问题的 所以要通诸法性 王老进一步解释了 法性呢 就是实相 真如 法界 涅槃 实际等等 这个都是自性的明相 这么多明相 其实就是佛的用意 让我们不要执着明相 以上提过的佛性和法性 本质上没有分别 那一般的用法 我们通常把佛性 说在有情方面 有情 含灵 众生 都有佛性 我们不说 砖头 瓦块 桌子 板凳 有佛性 因为它是无情的 至于法性 那就 通于有情无情 两方面 都可以用法性 法性和佛性本无分别 只是在使用习惯上 有所区别而已 那起性论的注解上说 法性者 通于一切法为性 这就是说 一切法的本性 就叫法性 所以不管是有情是无情 所有的这一切法 它的本性 都是法性 具大臣益章 与为事数据 性即是体 性就是本体 一切法体 顾名法性 顾名法性 一切法的本体 所以叫法性 法性即是实相 即是真如 那华言中 是专攻华言的中派 认为真如有不便随缘两个意思 认识 认识真心 认识本心 重要 那认识本心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常常提到 六属大师开悟的 五句话 那就是认识本心 认识的本心 认识的本心 才不会认假为真 认我们的妄心为自己的真心 不会认贼做父 不会认我们这些烦恼贼 所以 当做自己了 那何其自性 本质清净 自性是清净的 这个待会就会讲到了 何其自性 本不生灭 这真的认识到本不生灭 就不会怕死了 好 世间的人都怕死了 何其自性呢 本质俱处 认识到了就不会没信心 何其自性本不动摇 自性是不动摇的 那个妄心才会动 何其自性 何其自性 仍生万法 一切法从心想身 仍生万法 那华言中认为这个真主 有不变随缘 两个意思 她随缘 所以能够变成一切法 变成种种的内容 又因为它不变 虽随缘 变然变静 有情无情 一切万法 种种差别之法 可是它的本性不失 它虽然随缘变成这么多相 可是它本性没有失 它随缘但是它不变 所以一切六趣的众生 蚂蚁 苍蝇 油锅 剑树中的罪人 蚂蚁 苍蝇是畜生道 油锅 剑树 则是地狱道 它们的真如不思不变 《全发菩提新闻》里面说 菩萨关于蝼蚁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那菩萨看蚂蚁的 看到它的本性 不是看到它 随着缘变得身相 所以我们刚刚讲普贤形 这一品经都在讲普贤形 得尊普贤 普贤形 见信不着相 它看到众生是见它的本性 不是着在它的相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蚂蚁 苍蝇 我们没见本性着了相 我们会生起什么心呢 生起厌恶 生起这个轻视 种种这些心念 但菩萨不一样 菩萨关于蝼蚁 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因为有这样的心 所以才能礼敬诸佛 它见了信 没有着相 不然叫我们去礼敬 昆虫蚂蚁也不容易了 所以它真如不失不变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通诸法性 这一句我们真的学进去了 我们就懂得礼敬诸佛了 因为它真如不失不变 因为真如不变 所以入了油锅 上了刀山 随那个缘了 随它的业力 去受报了 但是它真如本性不失 故随缘而不变 接下来比喻了 就好像水 可以随缘变成波 变成波 但是它的本性 但是它不变得是它的本质 本性还是水 所以法性真如 本来是纯善无染 本质清净 但是因缘会合 所以变染变净 例如会土净土 就有了差别了 所以这个通诸法性 就是要通达随缘不变的实相 这九法界众生 它都有不变的福性 所以达众生相 就是了达不变随缘 而显现的种种差别相 这是达众生相 那通诸法性 通达随缘不变的实相 真如 这是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了达不变随缘不变随缘 显现的我们看到的这些身螺万象 它都能明白这是达众生相 会书 会书 有说到菩萨有两种智慧 能作为一切修行的根本 一种是如理智 它就是照见诸法的本性 是不依不依 就是如理智 不是一 也不是意 接着用水来比喻了 例如水 说它是一 可是它能生出千叉万别的波 所以不能说它是一 说它是意 可是千知百态的波 彼此本无差别 只是同体的水 不管它是什么姿态的波 它本质都是水 所以在差别中没有差别 在没有差别中又出生无量的差别 所以总之是不落在两边 所以是不依不依 这个我们从波去体会 诸法的本性 它就是不依不依 同时也是不生不灭 波生水中 波 我们看它好像生出来了 但全体仍然是水 不能说它在水里面 生出了一个波来了 它就是水 它没有生出来一个波 所以是无生 那波灭也只是回归本体 回归成水 并不是断灭 不是说没了 它只是那个像 没有没有了 但是那水本来就在 它没有灭 所以是不灭 所以能照见的种种诸法 是不依不易 不生不灭的本性 就叫做通诸法性 所以这是菩萨的两种智慧 一种是如理智 就是通诸法性 再有如量智 如理智是如本体的智 如量就有了数量了 能够照见种种不同之相 那叫做如量智 刚才能说 众生有种种病 所以我们给种种药 若不通达众生病况 就不能开出对症的药方 就像我们谈教育 常常说到的 因财施教 应激说法 那应激 那就得知道 众生的情况 才应得了激 所以众生有种种差别 有种种病 这些差别相都能了知 那就是如量智 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 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都是药 因病与药 那怎么能开出这些法药呢 那他就打众生向 开出这些药了 就像六度 知道众生有瘫的病 避瘫了 这个法药就是不失 对痣坚贪 慈戒 这是对痣恶业 忍辱 对痣惠的病 精静对痣懈怠 禅定对痣散乱 菠萨对痣鱼吃 所以众生的种种病 种种差别 他都能了知 这个是如量智 也即是打众生向 也就是掌握病人的病情 所以通诸法性 还是所用诸药的药性 所以要具备两个条件 才能治病救人 这都是比喻的 这个中医师 第一个他要知道这个药性 再来他要知道病人的病 他才能配药 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提过 19世纪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心脏病 20世纪是癌症 我们现在到21世纪了 是忧郁症 那忧郁症是心病了 心病要靠心药医 那它是什么原因 造成他现在心里的问题 那可能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原因都不同 那菩萨要帮助 这样的众生 那要对众生的心理状况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他要很清楚 他才能帮助他 这是达众生相 那当然万法因缘生 这忧郁是一个果相 因在哪 有它的因 有它的缘 一个人不可能突然间 就有忧郁症了 它一定是长期因缘 发展造成的结果 那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这得要打众生相 要通达明了 这个可不是套公式的 你去备一个忧郁症 一定是哪些情况 这个可能每一个 得病的人的情况 都不完全一样 这不能像拿公式这样来套 当然这个心理问题 很可能都是在成长过程中 缺爱 一缺爱 它就产生烦恼 慢慢积累 它负面的能量 情绪太多了 可能就会呈现这个问题 而这些问题 真的都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真正要互念 这样的亲戚朋友 那真的要 首先是通诸法性 相信它有佛性 不然你在帮助人的过程 有时候耐性没有了 又要对它的个别差异在哪 要很清楚 你给予它言语的引导 才能对它的积 所以这个达众生相 也是很重要 接着我们刚刚是复习 刚好上面是讲到这一段 供养诸佛 开导全身 上面是照真打数 底下就是上供下度 我们修行 要上供诸佛 下度众生 那供养 一呢 财供养 香花 饮食 药物 等等 二呢 是法供养 拿身体 头目脑水去供养 不如以法来供养 所以一切供养 以法供养 是最殊胜 这个在普行行愿品 讲到广修供养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什么是法供养呢 如说去修行 就是依佛的教导 去利益众生 和提高 自他觉悟 这个就是供养 就是 随佛的教诲 能够达到 自他觉悟 这是法供养 开导群生 开是开化 导是导影 群生即是众生 华言 普贤行愿品 说 经文当中有提到 若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者 责令一切如来欢喜 这几句都是普贤行愿品的 教诲 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等正觉 那这一段话 我们看 佛 成等正觉 原因是什么 看到众生的苦 他生了大悲 因于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等正觉 所以他的佛果 因是众生苦 所以佛当然感谢众生 以大悲 以大悲心 谁众生雇 则能成就 供养如来 那这几句经文 黄老 把他总结一下 由此可见 开导群生 令众生欢喜 诸佛就欢喜 也就成就了 对佛的供养 众生欢喜 佛欢喜 那不就是供养佛了吗 我们以殊胜的 净途法门 教导众生 正是遵佛开示 遵照佛的交召 去做了 就像无量寿经 提到的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了 他受此广度生死流 就是以殊胜的净途法门 教导众生 让众生能当生了脱生死 这个就是会与众生真实之力 正是无上的法供养 这个就是对佛最好的法供养 所以我们能帮众生了脱生死 这是佛最欢喜的事情 所以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那并在下度众生之中 有上红圣教之功 随顺众生 发菩提心 究竟果觉 在度众生的过程 也都是在把圣教 弘扬开来了 而且要让众生明理 他才知道 怎么去看破放下 所以都要慰众开法杖 要开一笔智慧眼 这个时候都要 弘扬圣教 所以佛度众生 给我们的示范 49年 讲经说法 不中断 当然这个讲经说法 也都是 横顺众生 我们看佛 他一开始讲 讲阿含经 小臣 再来方等 之后才是波了 这纯大臣 所以在教化众生 也都是顺着众生的根性 很有耐性的来互念 教导 在随顺众生的过程 那很重要的 也要 他的菩提心要发出来了 我们看静业三福 首先是人天福 他要断了二耳修善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始善业 这是人天福 所以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要按照这个赤地 第二是小臣福 受持三规 俱处重见 不犯威夷 第三大臣福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那这个发菩提心 是大臣福了 众生要有根基 他才能慢慢提升 把这个菩提心发出来了 所以老阿尚特别强调 要扎三根 假如他不懂得孝顺父母 奉仕师长 有可能发菩提心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品 中品 下品 同样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尽忠学人 发菩提心 很关键 他发了菩提心 他才能了脱生死 才能究竟果决 我们尽忠十一主 醒安大师 很慈悲 他有一篇教诲 就专门指导我们 怎么发菩提心的 劝发菩提心文 指导得非常深入 这一篇教诲 真的要多念 念熟了 在境界当中 实时提醒之理 念念都不能离菩提心 因为 显安大师说了 忘思菩提心 这一句是影《华言经》的教诲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我们是要修行成佛的 怎么可以修成摩业 但关键是不能忘思菩提心 显安大师说了 忘思善恶 忘思的会修成摩业 何况还没发呢 况未发乎 那会中菩萨 聚如理智 我们这一会的菩萨 聚如理智 所以通诸法性 又有如量智 所以达众生相 于是化现其身 骗诸佛刹 上供诸佛 下导众生 广作饶益 就利益一切众生 而且如大患思 视线种种幻象 是这一段经文提到的 辟善幻思 现众异象 所以这一段话等于是 黄老在总结这一大段经文 诸佛刹中 皆能视线 辟善幻思 现众异象 与彼相中 实物可得 而且是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还能上供下导 供养诸佛 开导全身 所以如大患思 视线种种幻象 上供下度 虽作种种视线 但以通达法性 身弃诸法平等 无有差别 所以故于相中 心无所着 他在面对这个度众生的 这些种种境界 种种相 他心里 没有执着 因为他通诸法性 他没有产生 分别执着的 这些心念 他生气诸法平等 无有差别 所以我们听老上讲经当中 常常说 要作而无作 他种种视线 那就是作咯 可是他呢 在这些相中 心无所着 那就是无作咯 所以他种种视线 是俄身其心 可是他的心 是应无所住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布施 他三轮体空 他一心清静 可是他 很尽力在做布施 可他心里没有着 我们虽然不能马上达到这样的境界 但是也是往这个目标迈进 比方说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心里常常还在那里想 或者见到人 还会稍微炫耀一下自己 那这个就是心不清静 心有所着了 这个时候要有警觉性 要提醒自己 这些都要放下 不然我们看世间的人 尤其年纪大了 可能一开口 都是提想当年 我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这个心都不清静了 而且常常会很在意 要别人肯定他 这个都很累了 我们假如敏锐一点 那个想求人肯定赞叹的心 我们起这个念头就很累了 不要说后面的发展了 不要再干这种自讨苦吃的事情了 这个清静才是真正的乐 所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 我们一不自在了 那可能自信就被烦恼给盖住了 被财色明十岁 被分别之所盖住了 那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是化现其身 犹如电光 大士 大士这个是大菩萨 等觉菩萨 化现他的身体 快如天上闪电 犹如电光 是天上的闪电 观音三十二应 这个菩萨品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未说法 菩萨能于一念之间 普至十方国土 行动之术 就跟打闪电一样了 而且是上供下度 他做的事就是上供下度 平等普照 平等普照 所以慧书说 电光有四个含义 第一是快 菩萨能应众生心恋 立即感赴 他去帮众生 这个感应的速度非常快 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但之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卸脱 我们现在的社会 工业很强 人不学也不知道不知意 他就很容易 他就很容易干出 伤害他人的行为 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处在这样的社会 我相信当父母 都会担忧了 但是担忧 对事没有帮助了 我们学佛要理智了 很重要的 让孩子们都知道有观音菩萨 这师无畏的菩萨 你只要有恐惧了 你只要称他的名号 他就会随机赶赴 这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自己有遇过 刚好爬山的时候 见到五六只狗 同时出现 向我冲来了 这个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念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我闭眼睛呢 因为这样我比较能专心念 我看着他们会恐惧 念得不专注不感应 结果闭上眼睛念了几十秒 慢慢狗叫声没了 等我打开眼睛 他们已经走了 观音菩萨真的是感应了 第二 这个都是形容菩萨度众 闪电快 第二 能破众生的黑暗 众生愚痴不明白 就是黑暗 所以佛法如电光 能破众生心中黑暗 要开笔智慧眼了 他才能获得光明身了 第三是不住 菩萨又能化无量的身到无量的国土去 如空中一个闪电 虽然他硬化 但是他没有住 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 这个是不住的精神 他不留恋 他不留恋 他也很有耐性 他也不恋战 实际不成熟 他不攀缘 这辈子不行 下辈子 没关系 第四 无分别 如电光照物 这闪电照照万物 平等普照 没有爱政取舍 没有说哪里照得多 哪里照得少 所以用电光来批育大士们的化现 所以一个犹如电光 这个闪电的比喻 就有这么多精神在里面 当然我们学了菩萨的德行 我们马上拉回来了 我们现在不是菩萨 但是我们要学习菩萨 那代表帮众生要怎么样 要及时 这是快 你要掌握帮助他的时机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你该帮他的时机过去了 哇 这缘就过了 要及时了 就像你当父母的 那也是在当父母行菩萨道啊 你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段 你要掌握住啊 你等到那个时间过去了 你想再好好教了 不容易了 所以很多父母到孩子 青少年了 觉得哎呦 想要好好教了 就不轻松了 因为他一些习气已经养成了 那破众生的黑暗 因为所有的问题啊 是因为他不明理愚痴的 他才会有这些烦恼痛苦黑暗呢 那这个也提醒我们 要从根本帮助众生呢 人因为迷惑造业受报 受报当然痛苦了 但是他要解决问题啊 一定要不迷惑才能解决问题 他迷了怎么可能不造业 怎么可能不受报呢 第三呢 你看不住 我们帮众生也不能住啊 哎呀我跟他讲好几遍了 他怎么还不接受啊 哇你在那生闷气了 那就那就有助了 也包含不能落众生的成见 这个都是不住啊 有成见你对他就不增长了 第四你看没有分别了 你有分别啊 你看起来在帮别人 有可能是爱真心在增长了 就像比方我们教学 但一般学生呢 看着喜欢的 哇就对他们好得不得了 看着我们不是很顺严 过去生远不好 就不理他了 那这个有这个分别心 那要度纵不容易 那这样的老师教出来 没有一个学生得力的 哪怕他对他很好的 这个学生也不得利 因为老师传递的是什么 分别心 爱真心 所以老师对他很好的 他就视从而交了 对他比较不好的 这孩子就没信心了 或者叛逆了 你这老师不公平 他跟你对着干了 所有的问题是我们的心 用错了才会延伸出学生的这些情况 医报 学生是我们的医报 随着我们正报转 当老师是这样 当父母也是这样 不能分别心了 不然孩子之间都不平衡 当领导也是 你对待下处还是要平等 所以这些道理放在 坐之君 坐之清 坐之师 都是通的 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